揭竿而起時代內臨 大陸網民談何時起兵 死人的覺醒光動台灣 中國三歲毒王同時感染五種病原體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8號星期二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我是雪兒 中國經濟大衰退 房地產業頻能崩潰 失業率飆升 加上疫情再度大爆發 醫院爆滿 當局不作為 引發民怨沸騰 大陸社交平台上 罕見出現何時起兵的話題 引發熱議 11月16日 有網友在中國影音平台Bilibili上 發布何時起兵的影片 雖然是分析歷史中起兵造反的天時 地利 人和等因素 但針對現在時局的意味卻很濃厚 令網友嘩然 影片中說 你想起兵造反 都要有個說法 到底是朝廷對你不好 祝你做孤雷 007還不給身水 又或是地主王老闆 借你的買樓錢 樓價跌了 利息卻比樓價更高 你還不起來 總之要體現一個 我是被迫的 不是我的錯 是這個世界的錯 不少中國網友驚呼 你耍什麼命啊 免責聲明 我是盟人 也有人高呼 說起兵造反就是現在 在另一條夜觀星象大漢滅亡之兆的影片裏面 發布者分析說 各種天象對應人間朝代更換 雖然說的是大漢滅亡 但令很多網友聯想到現在中國的時局 說影片影射的意思太明顯 中共前海軍司令部宗教參謀 姚誠在X平台回應說 現在只要有一個集團軍帶頭 舉起反旗就夠了 因為大家都在觀望 就缺一個帶頭的 今年以來 中共軍隊遭到大清洗 火箭軍高層被全部拿下來 新任國防部長李尚福 被以貪腐罪名拿下來 並牽出一批軍隊總裝部高官 至今中共國防部長一位 仍然原置 仍未指定接任人 外界猜測 這些被拿下來的軍隊將領 都是中共黨魁一手提拔的 現在卻遭到清洗 顯示軍心不穩 中共黨魁在軍中沒有信任的人 除了軍隊 中共高層也陷於激烈內鬥 10月27日 退任無期內的中共前總理李克強 在上海離奇撮死 官方說他心臟病突發身亡 引發外界廣泛質疑 認為李克強的死和中共黨內派系鬥爭有關 中國問題專家橫河表示 李克強的死對中共官場產生很大衝擊 官員會想連總理都這樣 那我們算什麼 吐死胡悲 中共官場本來就處於躺平狀態 今次會有更大的衝擊 這個衝擊積累下來 將來在某一件重大事件發生時會起作用 網友佛瑞德里希第四在X平台發填文稱 李克強的死喚醒了很多人 喚醒了很多雖然知道中共政權正日落西山 卻虎無出路的人 我現在告訴你們出路在哪裡 出路就是準備好加入在中共崩潰的時候 必定會湧現於各地的建國集團 準備好為他們帶路 準備好為促成民主轉型出力 準備好用為人民建國之功 抵衛中共維穩之序 他表示在中共走向崩潰的時候 然後目前身在中國國內 有可能盛時而起 成為新興國家建國者的 大致會是三種人 第一種是掌握軍隊、軍警 或其他武裝力量的人 是有槍的人 第二種是目前能調動中共維穩資源的實權官員 是有權的人 第三種是具備組織能力、動員能力的企業主 是有錢、有創的人 他認為這三種人的造反可能有先有後 但歷史的趨勢會是三者合流 近年來中共政權搖搖欲聚 民眾公開抗共黨浪潮一浪接一浪 從白紙運動到最近的舊金山APEC峰會抗共潮 共產黨下台的口號聲響設海內外 獨立電視製片人李軍在《精英論壇》中表示 從歷史上看來 一個政權崩潰的時候 一般有四個決定因素 第一個是人心巨變 第二個是內部分裂 第三個是經濟崩潰 第四個是外部空險 這四個因素現在中共基本上都俱全 香港資深媒體人顏順勾 竟然在Facebook發文說 感覺中國正在巨變前夜 當百姓不再害怕中共 就輪到中共害怕百姓了 在大紀元系列社論 《九評共產黨》發表19周年之際 調查紀錄片《四億人的覺醒》 25日在台灣舉行首映會 廣播觀眾好評 認為有助台灣人認清中共本質 2004年11月 《大紀元時報》發表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 引發三退 即是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大潮 截至25日 《大紀元》網站顯示 三退達到4億2252萬0102人 由全球退黨中心和著名導演李軍 聯合製作的三退精神覺醒運動調查紀錄片 《四億人的覺醒》 深入採訪各國三退義工 如何頂著壓力講述真相 向中國人揭露中共本質 令越來越多中國人精神覺醒 紛紛退出中共邪惡組織 台灣社團發言 《中華民國自由通訊傳播協會》 主辦電影紀錄片《四億人的覺醒》 台北放映會企語談後 也將在台灣多地放映 在電影首映後 舉行名家語談 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研究員宋國成表示 《四億人的覺醒》影片是救助人 從共產黨意識形態的牢籠 或是一個無盡的黑洞當中 我們能夠幫助它 脫離黑洞、尋找光明的方向 《四億人的救人工作》非常不容易 中共殘害了中國人民到達8千萬以上 共產黨是不可饒舌的罪惡政權 還將接受世界的良知和良心對它的審判 但此時此刻 在推動中共解剔的路程上 大家還需要繼續努力 宋國成說他看這部影片深受感動 因為這些三退的義工 幾乎冒著一種生命的危險 在很困難的環境內 能夠做出零四億的中國人覺醒 宋國成提到中共想要統一台灣 但統一真實意涵有四點 一、消滅中華民國的主權地位 二、吞併台灣3萬6千平方公里土地 三、將台灣2,300萬人民 置入共產主義的極權統治之下 四、將台灣真愛的民主體制連根拔起 台灣人終會失去言論、集會、信仰等等的自由 所以台灣不能被中共統一 台灣大學政治學名譽教授明居正指出 當台灣人對中共邪惡明白越來越多的時候 台灣的安全就越牢固 他說台灣要面對怎樣的大陸 台灣人才最安全 最簡單來說就是一個沒有中共一黨專政暴政的中國最安全 所以如果說我們能夠貢獻一己之力 令更多人三退 共產黨和平瓦解的 對台灣也好、對中國人也好 都是最大的福音 觀眾陳怡新律師對大紀元表示 他希望透過使人的覺醒影片流傳 令更多台灣人認識到中共本質 如果了解得越多 應該就不會受到中共大外宣的鼓劃 公務員張先生對大紀元表示 要令越來越多人能夠知道中共真相 實際上就是在幫助所有人覺醒 所以使人覺醒還不夠 需要更多 這就是有賴大紀元報導 令大家更願意去了解這個和自身切身相關 他說真正解決兩岸問題 是令中共消失 中國民主化 台灣就安全 近日中國災到陷入疫情海嘯 北京、天津、上海、杭州等大城市醫院爆滿 而且出現多種病毒混合感染病例 杭州一名三歲女童同時感染五種病原體病情危急 綜合大陸媒體報導 今年從7、8月份起 位於杭州的折大兒童醫院就診人數持續處於高位 日門診量平均超過1.3萬人次 最高日門診量超過1.7萬人次 進入8、9月份以來 折大兒院發熱門診人數遠超歷史同期 10月份門診數據超過40萬 同比增長了9萬多 相當於每天增加3,000多人次 杭州市第一人民醫院 兒科主任蔣春明表示 兒童呼吸道疾病急診人數 還處於高位 而且出現很多混合感染病例 她幾天前接診了一個3歲女童 反覆高消好幾天一直不退 經檢查發現 女童同時感染了呼吸道核包病毒、鼻病毒、 腺病毒、肢源體、流感嗜血幹菌 合併了5種病毒感染 屬於比較複雜的混合感染 除了小孩 不少成年人也中招 浙江省立同德醫院感染科主任 雍偉東主任醫師表示 自11月中巡起 發現門診患者逐步增加 近日比平時增加至2至3倍 而且多為青壯年 11月23日 一名中國男子在大陸抖音網站 分享了一張發驗單 並將自己的網名加上新進毒王、 五毒教主等字樣 她表示 這間醫院能夠檢查的就8種病毒 我感染了5種 發驗單顯示 5種病毒包括流感病毒A型、肺炎資源體、 呼吸道核包病毒、腺病毒、 歐薩奇病毒B組 這些都是引發呼吸道疾病的病原體 很多人懷疑 中共宣稱的多種病毒混合感染 就是中共病毒 由稱新冠病毒COVID-19的各種變異毒株 北京一間醫院疑科大夫王葉日前對大紀元透露 這波感染沒有有效的藥物 我將能夠治療資源體肺炎的藥都吃過了 也沒有效果 所以我懷疑這不是資源體肺炎 今天的紀元頭條就到這裡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就請大家訂閱我們的Patreon 你的支持可以幫助我們的頻道繼續營運下去 我是雪兒 再見